加勒比海的岛国想成为美国第51个州,美国,我们不要穷孩子! 我要报错! 美国是公认的世界第一强国,经济、军事目前暂时无人能够超越,因此美国也成为了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,许多人都认为加入美国就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, 就连原本已经是美国的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国都发起了公投,想要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。 波多里个位于美国东部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国,数百年来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,在100多年前西班牙人被美国人赶走了, 于是波多里个就成了美国的殖民地,不过美国一直都不承认波多里克属于美国的事实,只承认他是自己的一个自治帮,并不合法的领土。 波多里克的国土面积只有13000多平方公里,是中国台湾的三分之一多一点,人口为300多万人,其中大多数都是西班牙人与当地人的混血儿。 1952年,波多里克获得了美国的确认,拥有自治权,但是国防、外交、海关等部门还是隶属于美国, 1952年,波多里克获得了美国的确认,虽然波多里克人名义上是美国人,属于美国公民,但是却没有选举权,属于二等公民,因此波多里克人决定发起公投,让自己成为一名正式的美国公民。 前四次公投都已失败而公众,最近的第五次公投终于成功了,有超过97%的人愿意加入美国,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,可是这一次美国不干了,他们拒绝接受波多里克。 波多里克既没有战略地位,也没有富足的矿产,而且还有700多亿的外在,将近一半的国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,美国人是不喜欢穷孩子的。